已经背完了 你老公天天来烦你 不要吵了 因为你心态改变了 你就不会被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各位要了解 万法为心造 心创造一切 所以负面的心态 就会让你造负面的业 而得到负面的结果 什么叫负面的心态 念一下 贪心 称惠心 于此邪见 骄傲 嫉妒怀疑 那什么叫贪心 刚刚讲过 喜欢的都是贪 我好喜欢那个发型 贪 我好喜欢那种皮包 什么鸡的 那个都是贪 妈妈人家买那个布鞋好漂亮 我也要买一双 穿拖鞋就好了 马来西亚这么热 但是我喜欢 人家换手机 爱六 爱七 爱八 我也要换一下 我干脆写一个 爱一百给你好了 那叫极乐世界 打电话给 阿弥陀佛 那是因为你 你会喜欢的 顺境 你想要抓住 就是贪的意思了 哎呀 我要吃辣一点 咸一点 这样我将会高 躺固醇 咸 p food 咸咸咸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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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습니까 我喜欢吃油一点 贪 你只要有贪 你就会补一了 不管你贪什么 所以因为贪是一种烦恼 所以各位就知道自己起贪心 就要趕快进化它 像小朋友最贪 贪玩电动玩具 贪漂亮衣服 贪谈恋爱 贪钱 大家都在贪 所以那你要了解 这个就是烦恼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叫我不要贪 阿弥陀佛加持我 叫我不要贪 阿弥陀佛加持我 叫我不要贪 你不要一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老公在那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你念佛干嘛 那你越贪 对方也会贪 你的贪会造成他有外遇 因为你的心念是贪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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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称礙会造成对方有称念 你生气对方也会生气 第二个叫称 什么叫称 不喜欢的 不喜欢的 不要跟我讲话 我不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这个 你就会生气 所以那起称念 那就会骂人 伤害人 要去撑念 所以撑心会让你外表长得丑 口才不好 人缘不好 而且那个福报就没有了 所以火烧功德灵 最重的烦恼 在菩萨道就是撑会心 爱生气 爱生气 所以有些人很喜欢念佛 但是骂人更厉害 然后一生气的时候 管他阿弥陀佛 先骂再说 有些人 所以各位来佛堂不能生气 你在佛前骂人 保证你丑八怪 生生世世 你只要有佛堂的地方 都不能骂人 不能生气 你有佛堂的地方 来这边 那个女生好美 你起贪念 你在佛堂起贪念 生生世世会男女性别怪怪 了解吗 为什么有些人不得不同性念 因为他在佛堂起贪念 各位这个要注意 所以现在的这种问题越来越严重 男不男女不女 因为他不应该起那个念头 像各位看到年轻的师父说 师父长得不错 你完了 你对佛像起贪念 你对三宝起贪念 以后你的心态就非男非女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小孩子也是非男非女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对三宝起的这种分别心就不好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发觉现在有些人 就觉得说 那位年轻的上司长得不错 心里就爱慕他 爱慕他 然后呢就想 来 我就想要把他当作感情的对象 我来爱书 跟师父煮饭 再师父出门 然后呢觉得很快乐 那这个师父跟别的女人讲话 气得半死 他已经知道 他已经有这种贪念之心了 那这种情况 就会造成他 生生世世感情古怪 甚至非男非女 甚至堕落那种鸽子 鸽子 或是那些麻雀乱伦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自己就 所以各位这种贪念跟称念 你要随时检查你自己 我们现在已经在帮助众生 但是你众生无边誓愿度 你要从你自己度起 自信众生誓愿度 如果你心里有贪念 你身上都是贪的鬼 所以我们去布施的时候 我要教各位 来 外表变观音菩萨 所以你去布施 翁阿宏你要观想 我变观音菩萨 不然那些好色鬼 哎哟 这个女生贪念 晚上就来找你了 师父 昨天晚上梦到男人来抢劫我 我听很多啊 那我就说 以后做烟共 不要穿那么性感 可以吗 所以我还碰过一个男生 来参加我们梁黄宝灿 拜拜拜拜 睡在我们那边 想说 师父 我专心的拜 结果第二天跑来 师父 昨天女鬼来强暴我 我说你拜梁黄宝灿 还搞得那么帅呢 女鬼当然找你了 所以各位 当你参加法会 最好要穿海青 净化自己 宽宽松松的 心态也很重要 不然的话 你有这种贪念 称念 那你就会污染到法会 因为这个法会是大家共业 如果我们去欧阿红欧阿红 这里面有贪念称念 那些众生就吃不到甘露 因为甘露是在你用慈悲心 清静心去念欧阿红而得到的 所以什么叫咒 一般人不太容易接受咒 但是你要念咒的人 如果你心态 没办法把握得很好 念咒没有力量 跟各位念佛 光念阿弥陀佛都不容易 有时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怎么没声音呢 睡着了 所以 不能有分别贪嗔痴 所以各位要 想尽办法 让自己保持正念 所以 一定要先进化自己 所以你要念佛 看看经典 忏悔一下 观想阿弥陀佛 再来念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叫前行 你要做什么东西 一开始要做之前应该如何 好 所以各位呢 贪嗔痴 什么叫痴 痴就是 自己觉得这样对就对 要着相 不了解真相 都看到假相 不懂得分析观察 所以各位你要分析很多事情 我现在拿了一本书 这本书 名字叫书 事实上 它离不开木头 草 这些 矿物质 太阳 水 种种因缘和合 包括人工 印 还有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 是因缘和合 所以它本质叫紫浆 叫树木 叫阳光 离开这些条件 书不能存在 所以 于此邪见 就是说 不相信因缘和合 不相信因果 现在你 你别人骂你几句话 你朋友倒你前 你气得半死 那天我去新加坡 有一位老板娘 讲到眼睛都 快杀人了 因为他 做了31年的企业 被另外一堆人 大企业 骗他 合约 因为他是 虽然住新加坡 他是 普通人 所以他不懂英文 虽然做了31年的事业 结果被一个大公司 讲英文的 跟他签合约 他上面一点点中文 底下都英文 他看不懂 反正看中文 OK就签了 结果英文里面 很多他没看到 等于他这个事业 被那家公司吃掉了 所以他 而且他现在去告 又告不赢 他真的气死了 快自杀了 原因呢 旁边有个法师 会打坐 不要怪人家 上辈子 你在一个乡村里面行骗 把乡村的钱 全部骗了个跑了 现在这辈子 那乡村的人 刚好开这家公司 整个公司人都要把你给弄垮掉 抢一抢回来 31年赚了钱 通通把你抢回来 这个就是个夜报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他还听 真的吗 师父真的有因果吗 没有骗你 这就是你的因果 不要再怪别人 你现在好好忏悔 私底下你现在还有一点钱 赶快用这个钱 替他们去做布施 回线给他们 还他债 还他债 他就不会跟你讨债了 那你这辈子 公司还可以保得住 不然他全部给你讨光 所以各位注意 你朋友欠你一万块 不还 你不用生气 赶快拿十块 替他放生回线给大家 他搞不好有钱就来还你 没钱至少不会下回 就给你讨债 知道吧 骗你 没关系 再借我下回 我一定还你好几倍 骗一次 骗两次 骗三次 因为你再还没有还他完 你永远要被他骗 这次在感情有感情在 金钱有金钱在 肉体有肉体在 这个肉体在 你还没有欠完 第一次得癌症 第二次得癌症 第三次开刀 然后你会觉得 为什么都不会好 我会天天念佛 那是因为你没有 念一下 惭愧心 你一定要向他 冤亲在主 跪下来忏悔 你没有惭愧心 没有用 我对我老公那么好 他为什么对我不好 哇 你不知道你欠他 一百年的感情在 现在才二十年而已 还八十年呢 那怎么办 赶快去放小鸟 因为小鸟是种感情的 他们是一堆一堆的 特别燕子 燕子一辈子不离婚的 对不对 燕子他们一辈子守了 夫妻知道了 那你 你去帮助这些小鸟啊 这些群体动物 然后用你老公的名字 帮他做功德 他外面有小山 我还用他名字 你气得半死 但是你要还债啊 你要甘愿啊 然后还他债啊 跟他跪啊 晚上他睡觉 你跟他磕头啊 对不起啊 我上辈子不知道怎么抢奸你啊 让你受苦啊 把你虐待啊 我现在给你忏悔啊 趁他睡觉 你要做功德给他 哪一天你这个债还完了 奇怪 他变了 他对你很好 你还觉得他很烦呢 因为这个叫夜报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说 为什么这辈子他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他这样对我 我对他那么好 他为什么还倒我钱 为什么我哥哥要倒我钱 为我弟弟要倒我钱 所以各位所谓鱼吃 邪见就是你不信因果 而且你执着 这个东西是永恒的 不变了 输就是输 花就是花 健康就健康 生病就生病 一切都是暂时存在 因缘和合存在 也因为因缘存在 都可以改变的 加糖就是甜 加盐巴就是咸 两种都加又甜又咸 那你的生命你自己去改造吧 所以我想各位 听闻佛法就是 希望自己能够深信因果 而且了解万法的空性平等 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 那因缘和合而生的 也必定因缘改变而灭 所以万法都是在 深深灭灭的状态 无永恒的自信 所以叫空 无自信空 所以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害 也没有一个我在被爱 你要了解这个 因为有人要自杀 自杀因为男生抛弃他 又骗他 他自杀 他就觉得有一个我在被害 我的至尊伤害 然后我要毁掉我自己 因为我很痛苦 很痛苦 各位 来 痛苦给我 来 给我啊 我现在讲 痛苦给我啊 在哪里 没有啊 我现在没有啊 痛苦还要因缘才有呢 痛苦不是永恒存在的 但是你会觉得 你又讲到我老公 我又痛苦了 痛苦只是一个点 那你不要去想这个事情 而且你要净化这个痛苦 所以你要转化痛苦 所以这个鱼痴邪见 各位要多读心经啊 多读佛经啊 金刚经啊 然后金刚经的意思是什么 去思维啊 然后很多善知识解释这个 金刚经啊 心经啊 般若智慧啊 但是为了达到智慧 各位一定要多忏悔 多不思 多慈悲 你要有资量 你没有资量 没有不思 慈戒 忍入精进 没有禅定 你得不到智慧的 这些资量你要去做 所以那你才会达到智慧 有智慧你才有方法 帮助众生啊 再来傲慢 傲慢就是说 我身材比别人好啊 我车子比别人大 我眼睛里面看 你两眼皮 我双眼三眼皮呢 所以很喜欢表现自己的优点 就是傲慢 你告诉你儿子 读书要读第一名哦 这也是骄傲 我儿子是美国留学博士 骄傲 所以一个人条件好一点 他就会很骄傲 这个骄傲是很大的痛苦 他会很执着自己 会 甚至会自恋 爱自己 所以每个人拿相片都看自己 这个是我 他都会执着自己的外向 所以执着自己的条件 所以我们华人就喜欢 你有钱我比你有钱 你车子大我比你大一点 爱面子 制作比别人高一点 骄傲 条件比别人低一点 忌妒 忌妒 就像各位照相 旁边站那个比例还漂亮 不要站在我旁边 包括都会弄黑的 因为你黑嘛 他白嘛 一拍一黑一白 就看得出来你黑嘛 那你心里就不舒服啊 所以 因为这个别人条件比你好 你不舒服 叫嫉妒 然后你比别人条件好 你自以为是叫骄傲 这些都是烦恼 所以各位 你很喜欢布施很好 结果你布施有骄傲心 升天了 升天很可怜 升天最低的九百万年 天天在骄傲的状态 看不起人类 看不起动物 因为天上的神 不用洗澡了 天上人身体不会臭了 请问天上有没有厕所 天上人不用大小便的 天上人没有意愿的 如何升天 词戒得升天 你只要守戒律 不杀神 不偷盗 不邪音 不忘义 不喝酒 你就等着升天吧 不会堕落地义 鬼道出身道 但是升天不就近 升天你会很骄傲 骄傲久了 就像你去欧洲 美国 他看起来个子比我们高 白白的 白种人看不起黄种人 黄种人看不起黑种人 然后人看不起动物 然后就这样 骄傲的果报 所以欧美人士过去都是天人 天人现在回到人间来 他就皮肤比较白 眼睛比较美 但是他就会骄傲 但是他这个福报享受完了 下辈子我看他堕落出身了 当然堕落出身也会做白的狗 所以但是 这种骄傲的心态 这个叫五毒烦恼 各位一定要认识 所以我们在超度外在的众生 功德来自于你 超度你自己 因为你要知道超度是为什么 超度是借由这些食物 这些功德 希望他能够净化烦恼 因为他如果不净化烦恼 那他永不得超度 只是暂时脱离轨道 暂时脱离地狱道 等他暂时脱离地狱道 然后来投胎做人 那还不是一直照页 搞不好下更深的地狱 所以我们会跟他念心经 希望他没有贪嗔痴 故空中无言而彼此的生意 空就是一个智慧的了解 所以就不会起分别心 无言而彼此的生意 无色身相会触法 无眼见来自无意识界 无无名义无无名境 因为有了智慧就不会有分别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洋中的友情生灵 真是太奇特了 这些海洋生物简直就是水中的精灵啊 它们的生活简直和我们人类一样 充满了爱和友谊 小崔 今晚老同学的聚会 你可别忘了 哎呀 还好你有提醒我 我差点就忘了 好了 我这就过去 你现在在哪 我去接你好了 我还在研究中心呢 那你在那里等我吧 我马上就去接你 他们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在海洋研究中心工作 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什么事都能给忘了 不好意思了 小崔从小就对海洋里各式各样的生物特别着迷 长大后 便成为了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 随着对海里的生物了解的越多 它越发觉它们充满了灵性 小崔 可把你给盼来了 我们多久没有见面了 真是对不起啊 我在看鲨鱼的资料 看到都忘了时间了 从认识小崔 我就说它脑子里全是鱼 这么多年过去了 它还是一点都没变 是啊 好多年了 自从大学毕业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 今天难得大家都到齐了 这家餐厅的海鲜非常有名 小崔不是喜欢鱼吗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一边吃海鲜 一边好好的叙叙旧吧 啊吃海鲜 你们怎么会喜欢吃海鲜啊 是啊小崔 在大学的时候你就特别痴迷海洋生物 现在又在海洋生物研究院工作 想必你对海里的鱼啊虾啊 哪种好吃一定是了如指掌 所以我们才想到今天来这家饭店的 说得好 今晚的海鲜就让小崔来点 他最了解海鲜了 我们今天一定会吃得很满意的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不吃海鲜的 而且我劝你们也不要吃它们 你不吃海鲜 为什么 是啊 海鲜多么美味啊 有谁能拒绝海鲜大餐呢 我对海洋生物了解的越多 越觉得它们和人类一样 有着丰富的感情 每当我看到这些海洋生物 便会想到它们的故事 那会让我不忍心伤害它们 所以我已经很久不吃海鲜了 你研究海洋生物 竟然还研究出佛性来了 就是啊 我认识几位学佛的朋友 他们也会像你这样 说世间万物都有灵性 你该不会也学佛了吧 怎么说呢 你们可能不相信 如果我跟你们说了 这些海洋生物的故事 我想你们也不会吃它们了 是吗 来 我们先坐下 你慢慢说 我真的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 能让你不吃海鲜 这些水中的生灵 都有着各自的故事 如果你们知道了 我想也是不会忍心 再去吃它们的 小翠 那你就先说说这种鱼吧 它有什么故事 那条鱼看起来很美味的样子 那是雌鲫鱼 它可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 伟大的母亲 这话什么意思 这种鱼在我们这里并不常见 其实这是一种淡水鱼 它原产于非洲 繁殖时期的死鱼鱼 会将它的鱼卵宝宝含在嘴里 把卵含进自己的嘴里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它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宝宝 不会轻易遭到攻击 而能在安全的环境里 顺利的孵化诞生 好饿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 面对近在咫尺的食物 捕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 更何况是鸡肠碌碌的雌鱼妈妈 然而它并没有进行捕食 因为它知道自己嘴里还含着鱼卵呢 如果此时它只顾满足口服之欲 大肆吞咽食物 那么极有可能把自己的孩子 也给吞下去 为了自己的后代 雌鱼宁可忍饥挨饿 也不会冒险进食 我的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 不过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不行 我要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到孩子出生 出来了 我的孩子是多么的健康啊 随着小鱼破烂而出 雌鱼妈妈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瘦了一大圈 这些小鱼是它耗尽体力换来的新生命 但是它一点都不后悔 此时此刻它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 为了自己的孩子 它竟然能忍尽挨饿这么久 真是了不起的母亲啊 它为什么不能暂时把鱼卵吐出 先去填饱肚子呢 是啊 难道它不怕被饿死吗 雌鱼卵的孕育 直至孵化过程 都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 哪怕外部环境稍有变动 它这么多天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因此它别无选择 只能挨饿 听了你的故事后 这条鱼真的不能吃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 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而伤害那么伟大的母亲呢 此鱼鱼的母爱的确很伟大 那我们不吃鱼 吃扇贝总可以吧 它们也是很美味的食物 难道这些扇贝 也会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吗 当然咯 扇贝和豆蟹 有着令人感动的友谊呢 是吗 那你说说看它们的故事吧 生活在前海的豆蟹 可以称得上是螃蟹中的猪如 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 几乎任何稍微大一点的海洋动物 都能将其吃掉 哎呀 惨了 大鱼来了 快躲起来 豆蟹 大鱼走了 快过来 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吧 太棒了 是扇贝 我的好朋友来了 豆蟹知道 扇贝是一种友好的动物 它不会攻击自己 因此 当它看到扇贝后 便会紧跟上去 而扇贝也很大方 找来食物后便会分给豆蟹一些 谢谢你 每次都是你分给我那么多的食物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 我们是朋友嘛 糟糕 红罗来了 快跑 红罗对豆蟹没有兴趣 它的目标是扇贝 要知道 它可是扇贝的天敌 红罗的毒液 对扇贝非常有效 它能麻痹扇贝的臂壳机 使它的双壳久久不能合拢 进而再发动攻击 完了 看来我今天要成为红罗的食物了 哈哈 今天我有美味可口的扇贝可以吃了 想得美 有我在 不准伤害我朋友 嘿 嘿 嘿 豆蟹知道 自己太弱小了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扇贝 而扇贝也会从麻痹中 渐渐恢复过来 扇贝和豆蟹总是互相帮忙 一起生活一起觅食 它们的友谊令人赞叹呢 真没想到 两个不同物种的生物 也能建立起友谊来 没错 扇贝和豆蟹真是好朋友呢 是啊 海洋里很多不同的物种之间 都建立了非常奇妙的友谊呢 甚至连鲨鱼也有它的小鱼朋友 鲨鱼 海洋霸主鲨鱼和小鱼是朋友 这怎么可能 鲨鱼的小鱼朋友叫周狮 是一种没有攻击性的鱼类 它们常常在鲨鱼身边游来游去 一点都不害怕 而鲨鱼也不会伤害它们 因为这些小鱼会帮鲨鱼 清理身上的寄生虫 也会像个领航员一样 将其引领着鱼群集结的海域 怎么搞的 今天都找不到食物 难道不今天要饿肚子了 太好了 我的朋友来了 今天不成没饭吃了 我的鲨鱼朋友好好享用大餐吧 好多食物可以吃个痛快 真是太棒了 当鲨鱼吃饱后 它也会报答这些小鱼 它会张开嘴 让周狮钻进自己的嘴里 着实牙缝间的残屑 这么说 周狮和鲨鱼建立了一种奇妙的合作关系 没想到这些海洋生物真是好有趣啊 这个故事我也听说过 那些小鱼不过是为了在鲨鱼捕猎时 也跟着分享一些食物罢了 但是不管怎样 鲨鱼靠周狮领路找食 清洁皮肤和口腔 周狮靠鲨鱼来保护自己 靠鲨鱼吃剩的残屑过日子 彼此相互帮助 这难道不算朋友吗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呢 听完这些故事 看来我们今天的海鲜是吃不成了 小崔把这些海洋生物说的 跟我们人类简直一模一样 有感情 懂情仪 我们哪里还能吃得下去啊 对啊 我看我们今天去吃蔬食吧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吃海鲜了 因为它们真的太有灵性了 嗯 接下来